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魏无羡床上站起来 魏无羡说想一个人 就是让他去衣柜里睡觉 魏无羡躺在看手机上 看着很认真 没打算像前几天一样跟他聊天 小妖怪只能慢慢往衣柜挪 走两步回头看魏无羡 显然大人手机上的东西更好看 大人 我可以睡在床上吗 魏无羡还在看手机 拇指动得飞快 他说 那你可以回自己房间 那里有床 蓝忘机没说话 他坐进衣柜里 铺好毯子 把魏无羡的外套盖在身上 关上半边的衣柜门 这夜 房间静得让人心烦 床上的人睡不着 衣柜里的人很困 蓝忘机已经很困了 他还等到魏无羡叫他 每天睡前要在床头放一杯水 大人会叫蓝忘机去帮他拿 今天还没等到 后来魏无羡关了房间的灯 屋子里全暗 小妖怪更困了 他盖着魏无羡的外套 上面有大人的棋卫 黑漆漆的衣柜里 蓝忘机把写着魏无羡名字的欧元拿出来 铺平在膝盖上 他能感觉到大人今天不想理他 明天就会好 反正有了标记 就不会分开 衣柜里没动静了 魏无羡觉得蓝忘机大概是睡着了 他翻了个身 背对衣柜躺 阳台上的光是银白色的 一定又是猎狐座 睡梦正憨 蓝忘机听见有水杯摔碎的声音 他立刻从衣柜里钻出来 房间没开灯 银白色的星光里 小妖怪看见大人站在冰箱前面 左脚瞧得高 双手撑在桌面上 桌上有个打碎的玻璃杯 大人 你撞到脚了是不是 为什么不叫我 魏无羡受伤的左脚 撞在冰箱门上 疼得失手打碎了水杯 他还没回答 又是视线翻转 又是被蓝忘机捞着膝盖抱起来 又是不打招呼的亲戚 这次还是发生在只有猎狐座的深夜 魏无羡双手抓住了蓝忘机 星前的衣服 把魏无羡抱到床上 放好 蓝忘机去取了另一只水杯 倒了冰水给魏无羡喝 即便不开灯 魏无羡也能看见蓝忘机 眼睛里的光 白色部分尤其亮 蓝忘机也是一样 他们像是在黑夜里等待的 两只夜行动物 口渴忍了挺久 魏无羡喝完了一杯水 觉得今天脚好的差不多 就不想再叫蓝忘机 毕竟从晚饭后 魏无羡就没主动跟蓝忘机讲话 他快离开了 想恢复该有的距离 可这还不到半天 就又被蓝忘机不打招呼的抱回床上 蓝忘机的眼睛一闪一闪的 完全是在沙漠里等待的夜行动物 魏无羡推推他 想叫蓝忘机去睡吧 可是小妖怪直接站起来 走出了房间 魏无羡听见房间门被打开 很快又关上了 魏无羡着急 伸着脖子冲门口喊 你去哪 蓝忘机 蓝忘机 妖怪 魏无羡坐在床上 听见脚步走远了 只好自己挪下床 右腿跳着走 大半夜 黑乎乎的往门口跳 要走也明天走啊 多大的脾气要连夜走人 魏无羡跳到门口 打开房间门 走廊空无一人 也不知道哪来的情绪 魏无羡很生气 就是来打工的 不辞职也不能走人啊 他气得用力把门关上 靠着门响 果然很容易 分开很容易 不一定要等他离开开罗 不一定要等他拒绝蓝忘机的请求 魏无羡摇摇头 开了房间的灯 想覆盖掉地上的猎狐座 又把灯关掉 想也没用 先睡一觉 明天再说 还是打算一路跳回床上 毕竟脚是自己的 站久了还是痛 魏无羡刚跳了几步 房间门又打开了 他立刻回头 看见小妖怪手里拎着一个冰桶 眼睛还是特别亮 大人 你为什么又起来 我想去洗手间 啊 你干嘛 我要掉下去了 蓝忘机拎着冰桶 一只手不方便横抱魏无羡 就弯腰固住大人的膝盖 把魏无羡举起来 挂在自己肩膀上 就这么扛着走回床边 小妖怪还挺有条理 直到先把冰桶放在床头柜上 再把魏无羡往下移 用另一只手按住魏无羡的背 把它放下来 慢慢放平在床上 身体已经全部接触到床面 魏无羡还攒着蓝忘机的衣服 从来没人这样举过他 陡然重心不稳 魏无羡下的睡意全无 心跳超速 大人 松手好吗 我去拿冰桶 先松手 很快回来 大人 蓝忘机拍拍自己胸口的手 魏无羡一直拉着他衣服 拉得好用力 他都没法取冰块给魏无羡揉脚了 蓝忘机全在担心魏无羡的左脚又撞疼了 根本没意识到大人现在心跳得很快 不想松手 大人 我去拿冰块 拿了就回来 你很痛是不是 蓝忘机的胳膊往床尾身 顺着魏无羡的腿 一直摸到他的脚踝 扭伤的位置还是烫的 这下才疼得魏无羡松开了手 他看着蓝忘机把一桶冰放在地毯上 人坐在床边 把魏无羡的两条魄都放在自己身上 歪着头再给他揉脚踝 这几天都是这样的 魏无羡觉得脚踝疼 肿的部位里面 好像有血管在跳 蓝忘机就去取冰 回来慢慢地给魏无羡揉开淤血 红肿不烫了才放回床上 只有今晚不是这样的 大人没说脚疼 也没说想喝水 魏无羡觉得这几天太过劫 每天早上睁开眼 他们都是抱在一起睡 他想找回点距离 哪想到 该来的同床只是晚来了几小时 所有动作从睡前挪到了深夜 蓝忘机 我不疼了 谢谢你 大人你睡吧 把这些兵用完我就回去睡觉 你不用担心我 你知道我在担心 知道的 脚不痛了 烦躁也没了 保持距离的结果居然是睡不着 魏无羡终于有了困意 困了就顾不了许多 他现在只想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 魏无羡伸手拉住了蓝忘机的胳膊 用力往上拉 蓝忘机执着于 揉开魏无羡脚踝的红肿 拉还拉不动 魏无羡犯困的时候也很强 他两只手抓住蓝忘机的胳膊 再用力 硬是拉着蓝忘机跪在床上 慢慢往床头爬 躺在魏无羡身边 像昨晚那样 蓝忘机展开一条胳膊 让魏无羡靠过来 第一篇夜里小妖怪就发现了 大人喜欢这样睡觉